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要他们两个吧是非常不容易当时做的试管 做试管婴儿吧也花费多嘛 那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小饭店 就是早晨的时候起得很早 他四点就起来去买菜 然后我就是每来我们晚上就睡得很晚 大概得十二点半一点多才睡 不得舒适玩那些客人走了那些玩具 然后早晨他起得很早就去买菜 然后我们晚上关门也关得很晚 就为了多攒点钱去要孩子 后来就是我们做试管成功了 我们都很高兴 大夫说是两个的时候我们更高兴 前三个月的时候还正常 然后到第四个月吧 这个小的长得长得就很小了 就差距很大 那我等于说这四个月后面的这六个月 你基本上提心吊胆 一直都提心吊胆就很害怕 你不知道生下来是个什么样吗 对 我就生怕生下来就有什么疾病啊 先前疾病啊 薄不成就心里更难受 医生应该是劝你 对对对 选择一个 对 大夫劝我们选择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 就是要孩子不容易嘛 听到双方他又很高兴 所以说要不就要不就都不要 要不就都都都生下来 我们不忍心要就就拿掉哪一个 快九个月的时候 这三个月 你还不忍心要说 不是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 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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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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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